嗨,这里是月福音响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音响知识 还有新产品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出去哦 我们今天要来介绍Focal的Area936 它是三音路的低音反射落地喇叭 你看它的体积其实不太大 但是它用了五颗的单品 因为知道体积对低音的影响 怕低音的量感不够 所以光低音单体它就用了三颗 那低音单体它是采用Focal的制作技术 以三明治复合式的概念 去结合亚麻的材料作为单体的材质 那高音单体的话 它使用的是美铝金正模的第二代的TMV2单体 那搭配TMF的高音单体 然后外层再包覆玻璃的纤维 这样子的搭配可以达到高阻 还有不容易弯曲的透性 也能做到提升单体的声音 然后去减少音染 让声音更加自然 然后低频更丰富 然后还有一个亮点就是 有没有发现它的正面 等一下帮大家特写 有没有发现它的正面 是有两个低音反射孔的 这个是Area系列唯一多一个低音反射孔的喇叭型号 那当然它们所有的喇叭底部 就是最底下那边也有 它也都各自有一个反射孔 所以这一支喇叭它自己就有三个反射孔 那它是想要达到低音扩散的效果 让整体的低音分布更加均匀 跟我们平常看家庭剧院 然后还要买两个重低音的道理很像 不是为了要让声音更大一点 而是为了要让声音表现得更加均匀 那Area936它最突出的优点 是它的高频的表现 非常的清晰 然后细腻通透 像晶莹的水晶一样 就是很干净这样子 然后因为它的高频的突出表现 所以Area936它的声音 听起来有一种神采意义 然后很活跃的感觉 即使你没有坐在皇帝位 它也有很棒的现场感 很棒的现场感 对 然后936它的低音高频中频 一起呈现出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也是很棒 还有一点就是 936它的价位来说 十几万的价格 它的音场的表现 还有声音凝聚 所呈现出来的结像感 都是非常出色的 然后它的整体声音的密度 还有粘稠度 都是很值得票价的 然后还有它的左右 是使用 就是它有那种 使用贴体材质的 还有木头的 所以都是非常精致的 用料很好 而且价格不贵 那Ariel 936它的空间来说 我觉得还蛮适合配置 没有很 就是空间配置没有很宽敞的家庭 如果你今天家里是只有买一套房子 什么的 以落地喇叭来说 Ariel 936是放得下的 然后它的低音 因为做了很多反射孔 还有高音单体 所以表现得也很好 如果大家对Ariel 936有兴趣的话 欢迎来找我们的雪宝购买哦 专专业雪宝 放您搭配